來出發,特別的病 然後他有一個社群在做 那有一些遠距離,他們就是種特別的病 我上個禮拜去高雄醫學大學 他們有一個社區遠距健康中心 他們就是有個call center 裡面都是護士,在裡面接電話 他們針對兩種病 一個是中風,一個是孕婦 中風的人我想大概就比較了解 每天要測稿,人家要量血壓心跳 或是有痰痰病人要量血糖 那擺在家裡 有一些公司也擺在天天涼了以後傳上來 護士看有沒有特別的 或是系統裡面有發生異常的時候 再去跟他聯絡等等,幫他家去急診 或是把他掛號這些 可是,為什麼對孕婦也可以呢? 孕婦為什麼需要? 因為有些孕婦,尤其是高零產婦 現在大家結婚完了,很多孕婦都高零產婦 孕婦都很容易會有尿蛋白過高 會產生危險 他們就有一個柿子 他每天自己在家裡可以驗尿 要不然自己不會探讀 驗完尿以後 他那個服務上就可以輸入了 一輸入,他這邊就有記錄了 而且是每天 你不可能天天去醫院驗尿 驗尿這個 我想這很累的事情 我每天去一個診所去驗尿 那很累 可是如果你在家裡做的話呢 就可以了 孕婦的話 那高危險群的孕婦 就做得很好 高醫他們自己也是他們特色 做了一個夾雁得醫 不錯 只有他們 就我看到只有他們在做 那他們整個系統做得蠻不錯的 那 那再來 所以這個都是可以做的 那整個當然2.0到2.0 的話就有內容 有社群 那3.0的話 更多的一個commerce 如果說這個 加上這個商業行為的話呢 那這裡面其實 商機無限 我就以這個高醫他們可以來講 他們為例 我洩露他們的商業機密 那大家也都會 因為有辦法 我就每個月服務院備內 我每個月 我把我自己的健康 你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需求 你但是不太會做這件事情 家裡沒有人做 或是會做 每個月付一點錢 然後去 去這個 去 去 自己把 維護我自己的健康資料 那 像我自己 我們在開發這種系統 做自己測了兩天 像我的睡眠 我自己測了一個月以後 那我就不測了 因為我對我自己的睡眠已經很了解了 那我就不會再測了 那如果真的 我有很大的困擾的話 那我可能要去醫院 所以 所以這個 那怎麼樣能夠 能夠在這種系統 這種服務裡面賺錢呢 那他們就想到說 欸 我可不可以跟一些衣材合併 對 像有一些時候 像這個 當作賣血壓記 這些時候 可以有些像 像這個糖尿病 還有一些市集啊 有些設備啊 有些耗材 那這個 那在這裡面 實際上 是可以跟他 一起來做 有一些這個 呃 事實上有不少的這種 呃 商業的機會在裡面 那現在 有哪些 這幾個我想同學都可能都有看到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都是那個 有同學選的 Cermal Passion Like Me 這個是有五萬位醫生所處理的 醫生社群網站 以病人為主 所以有 有醫生為主 有病人為主 還有很多啦 那這幾個 那Google House我把它刪掉了 Microsoft Health Box是有的 那Google House 因為Google 被打敗了 Google最近很多被打敗了 把Bus也 也停了 Google是最有彈性的 那他覺得什麼東西 該弄他就出來 不行他就收掉 Google他最近收掉了 因為微軟這個比較成功 微軟的TelSpot 他 他也是把個人 維護個人健康訊息 然後儲存在他的這個 微軟的環境裡面 那他跟醫院合作比較成功 而且他有很多的設備 直接的連上電腦 就可以傳輸了 那Google他沒有做設備 沒有做這個 醫療健康設備這個部分 微軟這個部分 做得比較好 所以 微軟提供很多API 讓別人 讓開發者去開發 做整合 所以 微軟這個部分做得比較好 Google這個部分是怎樣 讓每一個人做自己的 所謂的 Health portfolio 這個 這個你們一定常常會看到 最近學校 到處在貼 貼這個 要你做你的E portfolio 什麼叫Propoleum 其實某個情況 我們在學習也是一個Propoleum Propoleum是你的什麼 文件夾 檔案夾 對不對 什麼叫你的檔案夾 通常我們只有自己的履歷表 所以你那只是大份 你去找工作的履歷表 履歷表裡面 只有你的簡略的 你的這個經驗 等等 Propoleum 有你的什麼 其實我們學校的Propoleum 也只有你自己的 這個等於你自己做一個網頁 介紹你自己 可是檔案夾什麼呢 你現在包含了你所有的 譬如說你在我們 我們職業室課程 你修這幾個課程 你的專題 你的作業 通通都在學習裡面 那把它整理起來 那這就是你在 這次相關課程裡面的 一個Propoleum 一個文件 那是你學習的Propoleum E-Propoleum 那 Health Popoleum呢 就是你健康相關的 對不對 我現在動個手術 或我這時候生了病 那記錄下來後 這段時間 我的飲食比較怎麼樣 或是健康 或是運動員 大家不要追蹤他的飲食 跟這些狀況 那這些都在他的Health Popoleum裡面 那這個 所以這個 Propoleum的概念很重要 我自己的紀錄把它紀錄下來 我不再過了就算了 那當然 從某角度來講 現在社群網路 社交網路也能幫我們做這些事情 Facebook在做什麼 也在做這些事情 Facebook就是把所有 如果你要做 把所有重要的事情紀錄下來 當然你也可以在上面 跟別人打屁 做這些事情也OK 對 但是如果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做了Facebook 新擺個timeline 那timeline裡面 你就可以把 從你出生到什麼 發生參加過 在Facebook裡參加過哪些 activity 照哪些照片 做些什麼事情 跟誰炒過架 封鎖誰 誰把你封鎖了 誰把你給刪除了 等等等等 等等 在這個上面 他不只是在Facebook裡 是整個 你整個所有人 你也可以跟他做結合 實際上我們就有跟他做結合了 所以在很多認知 我們自己就跟他做一些結合了 所以這個都是Portfolio的概念 就是你自己 過去做這個就比較困難一點 現在因為 同樣 因為2.0 資訊2.0的環境 變得比較成熟了 所以你現在做這些事情 比過去做要 要簡單很多了 要容易很多 那 這個看 自然大家都會到網路上面 去 去這個 去查詢一些資料 健康資料 基本 健康醫療資料 是大家經常會在網路上面查詢 那這個 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 有肢體 這個 淺藍色是有肢體 這個障礙的 那黑色呢 是沒有肢體障礙的 這個大家參考一下 會去查什麼事情 會去查這個 各種不同的 這個 藥物啊 或是 這個造 有什麼造料的計畫 或飲食營養 等等 就這個 基本上大家都會去 去查 但基本上如果 你有 老人或是有殘障 會更多一些 相對的會更多一些 那 因為他沒有辦法從其他管道獲得資料 所以說 那我想基本上大家都會去 都會去查 那 那這幾個就是 就是 在上面做衛教做什麼 常常可以看得到的 那 那 Fleaker裡面 或是在 YouTube上面 還有很多 你怎麼使用 Wikipedia裡面 它叫 你怎麼使用呼吸器 YouTube上面更有 YouTube上面更有 YouTube上面更有太多了 這個 對不起 這上面 我腦資訊寫的課 還在上面 還曾經看過一個 這個 腦的解剖的 這個 YouTube 在網路上面好多個了 那像我自己曾經動過一個手術 動那個手術前 我就到網路上面去看了一下 我動手術的所有的過程 全部先預習了一遍 再去動手術 所以 所以這個 所有的東西都 自己對自己做一下衛教 對不對 到時候就比較不怕了 或是更怕 也不一定 Anyway 就 這些訊息 已經是在網路上面更 那 Casmash Mark有很多 這幾個就是例子 大家來看一看 就是這個 Who is sick 這也是一個 然後 針對專門病症的 像大家專題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說 地圖結合 就是感冒 以前像H1N1的時候 他怎麼分佈 他怎麼每天有多少個Case 在地圖上面怎麼變化 很多做流行病學的人 他就要看 流行病的病毒 跟電腦病毒 都有很多類似的狀況 很多電腦病毒的人 在學 在 對策 是從那個 醫療 流行性 醫療那些得來的 像有些病毒 你不用去殺他 殺不完 永遠殺不完 那怎麼辦呢 隔離就好了 我把他做隔離 隔離起來就可以 不用殺他了 那有些病毒過時了 就沒效 像早期說 DOS上面 Windows早期版本的那些病毒 那沒有用了 因為沒有人在用 沒有人在用這種系統 對不對 那時候這些病毒 也是百萬個各種不同的病毒 你那個病毒就不用管他了 但是如果碰到 那種系統 就要特別注意 就各種不同的 Case 那些病毒 那些傳染病 跟電腦 有很多很多類似的 公共衛生 裡面他們碰到的 這些Case 那怎麼樣 跟地圖來結合 的服務 也有很多 大家專題也會有 有同學做這個部分 都會有 Health Map Health Map也是 這個RateMD 幫 這個RateMD很有趣 就幫醫生打分數 那個在 在美國還有一個網站 更有名的 大學生都會去上的 Rate My Professor 你對這個 對 對 每一個老師 算是全國性的 對每一個老師上課怎麼樣 打分數 就跟PTT上面 我們PTT實在是很爛的 我最怕在PTT上面 早期有同學說 在上面說 好老師 再敢做好老師 我把你 躺掉 在上面當好老師 是很丟臉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 可是那個Rate My Professor 那這個 Rate My Professor 跟Rate MD 就是 每一個老師 開每一份課 他的作業怎麼樣 什麼事 那是很清楚的 那這個 實際上我去偷看過 我一些朋友的 這個 學生對他的感覺 那因為都open 都可以看到 全美國所有的大學 基本上所有的大學 大概 每一位 那 可是這就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問題是 這個評分是大眾評分 Voxonomy 大眾的 大眾的 這個在外貿點裡面 在Health Learning 都有這個問題 大眾的 就跟我們現在上課一樣 像我現在上這門課 我盡量是用比較 平民的語言跟大家講 那平民的語言就是 大二程度的語言 對